很多父亲没话聊 不知道聊什么 或者一聊天就情绪不好 然后就聊不下去了 这其实不是你们没有聊天的欲望 而是你们之间彼此在防御 聊天是什么 是一种分享欲 是互相传递一种愉悦的情绪 一个正常的人 人性里边就是有分享欲的 就是需要有愉悦的情绪的 你们之间没有了分享欲 不是你俩价值观不同 不是你俩没有新鲜感了 也不是你俩对彼此太了解了 根本原因是曾经你们之间 因为聊天把彼此搞得很痛苦 让彼此只有不舒服的情绪 这种痛苦不舒服的情绪 超过了想聊天带来的开心 所以为了避免痛苦 你们的潜意识就开始 自动关闭你们的分享欲 可分享欲是人性 是不可能被完全切割掉的 人可以一天不喝水 但是你超过三天不喝试试看 他跟你的分享欲没有了 那么他一定会去找其他人分享 这就是人性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跟老公没话聊了 那我真的建议你们 一定要去找一下 你们聊天模式的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你们也找不出来 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给你们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 就是多跟自己的伴侣说这两句话 你今天开心吗 你需要我做什么吗 说这两句就行了 我坚信你只要每天说每天问 并且你不再去跟他 再说的时候 他回答的时候 有不满的情绪 你就会感受到你们之间关系的改变 不满的情绪 不满的情绪 感谢观看